有人反映ESP8266 有在Windows底下使用ESPWebTools 稍不进去的状况 我们测试一下 烧入ESP 点选连线 连线 烧入 大概就会这样一直转一直转 一直转圈圈一直转圈圈 这也没有灯也没亮了 亮一下之后就一直转 这样就烧不进去了 那查了一下错误讯息 大概是在Content的时候出问题了 Content的JS出了问题 那目前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解决方式 解决的方式是使用其他工具来烧录 那在Github上面找到这个专案 叫做NodeMCU-Facial 这个专案 那它有提供了工具 这工具我觉得还蛮好用 在Win64 三色未言的选这个 64这个 点进来 请你点Download Download 它就下载成这个 ES1 下载到你的电脑里面 这个 ESP8266 Flasher 另外你还需要我们的韧体 我们的韧体 在Github 专案里面 在我们的Github里面 在我们的Github里面 跟大家讲一下位置 在Static Fileware Build 这边有一个ESP8266的BIN 请你一样选择Download Download完它会是一个BIN的形式 BIN形式 那我们接下来进行烧录动作 烧录前你记得把其他的连线 Comport不要被占住 记得把这些连线都中断掉 最好网页都关掉最好 那平常我们只要直接按Flash 它就会把我们的ESP8266清掉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要这个 我们要的是烧我们的韧体 在Config 里面 这边 你可以选择 你要的BIN 选择好之后 我们回到Avolution 按下Flash 这个按钮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这个灯一直亮 即可 这个 有点状况 它会这样一直散 在烧路的时候会这样一直散 这个灯会一直散 烧完了这边会有一个打勾勾 告诉你烧完了 这样就烧完了 烧完之后建议你重新插拔一下USB 那我重新把它连进来 回到我们的网页我们测试一下 ESP8266 连线 那我们测试的是D0这一个 输出是0的时候 我们的 这边有一颗LED灯会亮 有一颗LED灯会亮 我们再过来 把它变成1的时候 它是会关掉 这个是已经关掉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烧路我们的韧体 进行我们的韧体 直接进行操作 照我们进行操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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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